我們提供教育服務 不只是為了提供就業機會給教師 我們是為了培養好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問責對象不是教師 我們的問責對象就是青少年人 和代表他們權益的家長 是慫人聽聞的 現在還有一些法庭新聞 你可以看到中三學生中四學生 被警察搜到身長 可以製造爆炸品的原料 我們一定要把源頭找出來 我覺得沒有人敢否定 其中一個可能的源頭 就是學校裏面某些的老師 教育局取消資格的兩個個案 你看看那份關於港獨教 小學五年級的學生 請大家念及這些少年人的未來 念及他們的父母 念及他們的家庭 為何要這樣去使小孩子腦 你看看另外一個小學老師 教鴉片戰爭 他說英國人為了不想中國人吃鴉片 所以發動鴉片戰爭打中國 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都可以不明白 或者是水平差 我不知道鴉片戰爭的本質是甚麼 唯獨香港人 我們為何是一個英國人民的 就因為鴉片戰爭就簽了南京條約 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人 不可能不知道鴉片戰爭的本質 鴉片戰爭是侵略戰爭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老師是不可能無意 或者無知地教錯學生的 那麼多年 操守議會幫香港做了這件事 很多個案去到操守議會 是零決定的 在操守議會開會 根本就不是講教師操守的問題 請李主席自己檢討一下自己 教協包括他們的業建員 他都不敢接受一個挑戰 將英國的Teaching Regulation Agency TRA那套做法 全盤搬來香港 我們就在香港實施 教育使用了我們社會大量的公帑 五分之一的公帑是去了教育 因此教育界尤其是聲稱代表 中小學老師的教協 以及在立法會教育界的議員、業建員 大家應該出來 一年一十好好地向社會問責 過去一年發生的事 是絕對不正常 絕對不尋常的 教育局不能夠拿老王力出來 拿幾十年前訂立的制度 我們一定有一些 要設合現在家長的要求 設合社會期望的 一個新的制度出來 對那些機會 我們請教育